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黑夜情势 欢迎来到湖外 现在我们来到了一块地方 绿色箭头就是我们 现在显示我们在高速上面 而事实上我们是在高速下面 哎呦 哎呦 差点滑了 滑倒了 好滑呀 实在是太滑了这路 好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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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不了了 这是一个水闸 这下面就是美丽的博洋湖边缘 长满了芦苇 现在我们要穿过这片芦苇荡 进入到博洋湖畔 现在下去 我们现在以特种兵的速度 进入博洋湖 博洋湖地区 速度非常快 好了 进入丛林草丛地带 不知道你们看见了 这个地方有多么美 这里有水 能过去吗 我们试试看 哦 怎么这么多水啊 这里是一条水沟 但是这样的水沟里面往往有很多的鱼 继续串业草丛 为了看见美丽的博洋湖 我们必须穿越这秘密的野虫 不知道前面还有多少路 好多的芦苇草 好多的芦苇草 这些草非常易燃 如果在这里生火 很有可能 把这一片博洋湖湿里全部烧掉 这次来没有带打火机 也没带打火石 如果被巡防发现有打火机 进入这块地区 会被抓起来拘留的 好了 我们终于穿过了这片 芦苇虫 进入美丽的博洋湖边 博洋湖应该叫 我总的叫它博洋湖 美丽的博洋湖 这边就是美丽的博洋湖 往这里看 可以看见 这座湖口大桥吗 也叫做博洋湖大桥 博洋湖大桥的那一边是长江 这边就是博洋湖了 这里是整个博洋湖最窄的地方 博洋湖是全中国最大的淡水湖 但这里是最大的淡水湖中 最窄的一块地方 从这个角落 就是博洋湖的水 往长江里面汇入了 我发现了网龙 在博洋湖边 能发现很多这样的网龙 很多 你可以随便捡 都是别人捕螃蟹或者捕鱼扔掉的 有一次我一次发现了 至少15个这样的网龙 太阳已经快下山了 接近四点了 我才到达这个博洋湖畔 在刚才那块泥巴烂路 以及土坡上面浪费了很长的时间 我已经是一身的泥 包括我的设备 以及我的交通工具 也全部沾上了烂泥 这里 这一家里 最近、我还是在这个地方 听说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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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啊 怪不得我的脚这么痛 可恶啊 全是这东西 全是这东西 非常可恶 哎呀 可恶 太可恶了 这么深的草 有野鸭 我居然找不到我的东西放到哪里了 这么深的草叫我怎么找 这不要了命呢 要了命呢 我的车钥匙 啊 我的东西在哪 太疏忽了 刚才去办 居然把我的东西 往潮里一放 就走开了 这可怎么办 要了命呢 我的东西在哪 哎呀 总算找到了我的东西 刚才随便往潮里扔 就跑过去摄影了 如果丢了这东西 我摩托车都起动不了 还有一些高端的设备 好了 现在我们回地坝 去地坝上 看看 很久没有弯弹弓了 今天我带来了弹弓 一会儿我们回到地坝上 设两把 今天准备了两把弹弓 一把铁手 两股 配的是2055的推荆 这个是叫什么 王室的顺流 四股2050的披荆 基本上拉不动 太重了 在 不阳湖湿地 玩这些东西是 不合适的 毕竟这里是候鸟保护区 但是 我从来不杀身 只是打靶 如果被巡防的人看到了 那也 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走 我们先来出发 去地坝玩玩 现在是第一轮 我们试用的是 这个铁手弹弓 然后可以看见这个地坝上面 在几个栏杆柱上面 都立着瓶子 从左往右 一二三 一二三四五六七 分别是七个瓶子 现在我们要在 大概 15米距离 15米的距离 把这些瓶子 各个击破 现在我们开始 开始吧 来吧 现在我们打掉第一个瓶子 也就是最高的 从左往右 开始打瓶子 第一个 第一发就没中 逗你们玩玩 其实我的技术绝对不是这样 以前的视频里面 觉得我的技术可能很差 但那都是假装的 逗你们玩的 今天看看真正的技术是什么样的 第一颗已经中了 第二颗没中 这是失误 实际上我百发百中 没问题 第二颗破了 如果我们继续把第二颗补射以发 因为它没有完全碎裂 继续给第二颗补射 没有完全碎裂 算了吧 好 我们打第三个瓶子 第三个瓶子 已经中了 掉了一小块下来 我们继续 看看我在多少时间内 把这七个瓶子打掉 哎呀 不可能的 已经出问题了 这颗打中了 但是没有碎 又打中了 上面出现了裂纹 这个瓶子非常结实 OK 中了 终于试试看 为什么第一发都打碎不了 但是实际上到现在为止 基本上是每发都打中了 只是有些没有碎裂 又逗你们玩了一次 这一次我打赌 打赌 十块钱 它会打中 并且碎裂 打中了 打中了 这不可能 这不可能 这个瓶子实在是太结实了 出了轨了 出了轨了 又中了 继续 这太快了 不能打的太快 太快就会没有精度 你们听到的 你们听到的 打中了 只是没碎 一会我要换几个小瓶子 每次打中都不碎 你们都以为我没打中 OK 最后一个瓶子 最后一个瓶子是铁罐 看着 这就是高手 高手 我们继续把这些没有打碎 没有完全碎裂的瓶子打碎 随机的打 让你们看看什么是高手 中间一个绿瓶子 不知道怎么回事 只要打它就打不中 行了 就这样 我们可以看到 这栏杆上 右摆上的瓶子 两边全是瓶子 另外这些瓶子 多小 你们看到吗 非常的小 增加了难度 现在 我要把这些瓶子全部击破 对了 动作一定要帅 动作一定要帅 不应该啊 不应该 从来啊 从来 伍咖子 哪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不会吧 跟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我来把这些玻璃清理一下 有些朋友说我从来不清理玻璃 那么我今天来清理一下 看在这里是復养湖 湿地的垃圾上 我把这些玻璃全部替回炒成了 但是这里的垃圾 普遍垃圾非常多 都是建筑垃圾和医疗垃圾 这我无能为力了 我只能把我打过的碎片 几个原来的地方 现在我要探索一下水闸 但是大门紧锁 刚才我从这个下面往上观察了一下 背后的门没有锁 但是我想过去 却不容易 因为这里竟然没有栏杆连通 我得翻过这个栏杆爬过去 但是下面却非常高 摔下去会受不了的 不过可以冒险试一下 冒险试一下 现在我要开始翻了 哎哟 好高啊 哇哇 千万不要出意外 太高了 这里都是年久失修 我怕他们不牢靠 我被卡住了 好了 我过来了 我过来了 但是摄像机却还在那边 我没有办法拍视频 这一趟白跑了 我得回去拿摄像机 我还得回去拿摄像机 不然我过来干嘛 光自己看得见 没有用 哇 好危险 好危险 好危险呢 太危险了 我恐高 哇 哇 来吧 我们一起过去 但是我得把摄像机先放过去 怎么办呢 现在我打算一边拍摄一边翻过去 非常的危险 咚咚 哎哟 看见吗 这个动作最危险的 我该怎么过去 我该怎么过去 来吧 来吧 千万不能失误 一失误就完了 我过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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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里面的水闸 喂喂 有人吗 有没有人啊 从这里看不阳湖湿地 更美 非常的美 全是芦苇 大片的芦苇虫 这里是一条水道 流向不阳湖 前面是铁路桥 这边是不阳湖大桥 这相机怎么回事 不阳湖大桥 可以看见上面车水马龙 相机的电量快没了 我们抓紧时间拍一段 然后 我们来了这个水的闸到后面 可以看见这里没锁 要不要打开这道门 也许打开以后 会有意想不到的东西跳出来 吓一大跳 呜 有人吗 有人吗 什么 无产阶级 无产阶级 文化大革命 什么时候建的 这里是 我觉得这里一定死过人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我还是出来吧 这里也许 三四十年没有人进来了 现在我看这个水渣 有点像一个 墳墓 我们赶紧回去吧 另外再欣赏一下 这个博洋湖美景吧 太阳也开始下山了 朋友们 刚才相机的电量彻底用完了 完全开不了机 现在我用手机摄像 手机没有三脚架 直接放在了地上 然后我们最后拍一段视频吧 就是把这些瓶子打破 这些瓶子都非常小 大概只有一厘米 多一点的直径 摆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九个瓶子 现在我们一一的把这些瓶子打破 另外这次我不吹牛了 刚才的视频中吹了一些牛 其实我的弹弓技术也就是中下 中下的 很多朋友的弹弓技术都比我好 但是吹牛不过是为了 可以输筋活血 有利于身体健康 那么现在我们废话不多说了 把这些瓶子打掉 好 我们就回家了 我要在 大概 五米的距离 把这些瓶子全部打掉 开始 第一颗就没打中 好了 第一颗打中了 现在是第二个瓶子 打爆了 打爆了 继续 继续 有火星弹了出来 这次可不能打到相机了 不能打到手机了 继续我们 还有三颗 继续 我们 还有三颗 最后一下我们冒险 拉一下相机吧 我打到手机 我打到相机 我打到手机 但是却不能打坏手机 打到手机的一角 我打到手机 我打到手机 朋友们 今天的视频就快结束了 今天玩的还算不错 虽然在路上 虽然在路上非常的艰苦 艰辛 但是总算到达了这个 柏阳湖地区 可以看见风景非常优美 现在太阳快下山了 我们也快回家了 最后看一眼这个柏阳湖吧 好 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到这 结束了 谢谢大家